王女士的公共和婆婆今年都70多岁了 原本住5楼没有电梯 为了方便养老 她想给老人置换一套低楼层的房子 7月底一家人看中了杭州临平区 迎宾花院的这套房子在一楼 就这里101这套房子 你看看这套房子 你看看会是公寓吗 看看都是住宅啊 这里全部都是住宅啊 我们是一直当住宅来买的呀 这套房子是通过一居房友找到的 平台上的房产详情显示 使用面积76平方米 是住宅商品房产权年限没有写 陆入人是杭州加加顺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小李 王女士说小李就是带她看房子的中建业务员 当时小李说别人也看中了这套房 8月2号她赶紧签了合同 房屋总价174万 当天付了15万定金 另外的中介打电话给我婆婆说 等于说介绍她另外的房子让她去看嘛 然后我婆婆跟她说 我房子已经买好了 然后跟她说哪套哪套 然后那个就跟她说 她说这套 她说大妈这套房子是公寓性质的 你们本地的要买公寓吗 王女士再翻出当时的合同 才发现这里面没有著名房屋用途 不过其中有一条写着 于过户前甲方应清空该房地产内的户口 王女士认为非住宅是不能落户的 这证明中介在卖房时根本没搞清楚房屋用途 房长生他拿出来了 牵横筒筒的时候给我们看了 但他只是指着那个房东名字 跟他手机里一个身份证的拍照片的 因为当时房东没来 他说是房东全权委托他来办理的 所以他的原件不是在他手机里吗 我就核对了他的名字 然后他指着 辅寄后面有一张 他说他要抵押贷款的已经还清了 上面有一页写着物业办公用房 我当时还问了一句中介 我说这个物业办公用房什么意思呢 他跟我说的回答是不影响的 后来王女士才拿到产权证的照片 房屋用途是商服用地非住宅 附近上还注明这是物业办公用房 这家一居房友在临平区梅艳路上 经营主体是杭州嘉嘉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属于加盟商 现场大门紧闭 房子不是我给你介绍的 你该早回早回去好吗 我没有给你介绍过这套房子是什么房子 是从头到尾是潘云平给你介绍 不是我给你介绍的 你搞搞 这套房子是你房东全全委托你的 对不对 房产真是不是在你那里 我合同是不是跟你签呢 对不对 王女士表示她是通过别的门店看到的房源 但这套房源上预留的号码就是小李的 只有小李一个人掌握房东的信息 原本最迟8月底双方应该签正式合同 王女士说她以住宅的价格买了一套非住宅感觉亏了 而且将来再转手也不好卖 所以没签正式合同 目前这家门店已经退还了定金中的5万 说另外10万在房东手里 王女士认为这笔钱应该由中介追回 之前杭州一居房友品牌方曾联系过她 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是所有产证 所有都是真实的房东提供 也没有说是虚假的东西 那为什么在定金合同上 你们还会写过户这样的字样呢 没有写 这个是定式合同 房民写的如果有户口 那么就要怎么签出 如果没有户口就不签出 那在你们的这个定金合同上 我没有看到关于房屋性质的说明 对啊没有啊 但是上面上面有房产编号呀 目前王女士已经把问题反映给了杭州市房管局 188黄金眼记住报道 这些十字幕有点重啊 我闷入了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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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把这一段东西 我闷入了小子